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你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由光明日报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举办的电影攀登者研讨会日前在今举行 攀登者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展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登山队 在艰苦条件下两次登顶珠峰的伟大壮举 电影自国庆档公映以来 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票房 剧本创作期间 编剧阿莱抢救式地采访了 新中国的第一代珠峰攀登者们 包括1960年登顶的王滬州 屈银华 榴莲满 以及1975年登顶的女登山家 潘多在内的运动员 为电影拍摄提供了大量真实细节和内容 中央歌剧院县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现实主义题材 原创歌剧《道路》 近日在天桥剧场首演 该剧聚焦重工业题材 以发动机的生产企业为背景 围绕高如太与高行父子 为代表的两代人 讲述了他们历经纺制重组的困境 最终造出高标准发动机 圆了两代人阅兵梦的故事 为了使该剧有情感有温度 主创团队多次深入 重工业企业体验生活 体会国有企业走过的艰难的蜕变之路 塑造了一批批自强不息 努力拼搏的中国重工业人形象 近日 第四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 在北京天桥剧场拉开帷幕 在为期三个多月的时间里 将上演20台大戏 33场演出 包括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 将带来镇团之宝 约翰·克兰克版奥涅金 俄罗斯圣彼得宝 艾夫曼芭蕾舞团 带来柴可夫斯基 安娜·卡列尼娜·卡拉玛佐斯兄弟 三部剧目等 世界顶级芭蕾舞艺术家 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 也将写其新作Modance 作为演出及闭幕式演出 与观众见面 此外 今年恰逢中央芭蕾舞团 建团60周年 中央芭蕾舞团将带来 15台剧目21场演出 小美人鱼 舞姬 天鹅湖 灰姑娘等国外经典作品 及红色娘子军 敦煌 鹤魂 等民族原创作品 也将一一亮相 近日 首届象山文化旅游节 继鹿象山诞辰 880周年纪念活动 在江西省津西县开幕 本届文化节 举办了象山新学文化研讨会 南英古典乐舞系 百事大如露九渊 鹿象山舞台剧创作演出 等一系列活动 充分发挥旅游家的无穷潜力 推动农旅 城旅 文旅融合发展 由单一古村游发展为象山文化游 后宫红色游 乡文化体验游等多元旅游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国家博物馆特别推出了 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上万名观众 展览展出了开国大典 狼牙山舞壮士等经典画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面五星红旗 以及1949年10月1号 开国大典的影音资料 呈现了中国革命 从星火燎原到开国大典的光辉历程 让我们一起去现场 一睹这些名作经典 屹立东方 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 全景是展示中国革命 从星火燎原到开国大典的苦难辉煌 让观众在缅怀革命先烈 浴血奋战的争容岁月的同时 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 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这次展览最令人瞩目的 就是1949年10月1日 开国大典上 毛泽东主席暗动电钮 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象征 使中国历史开启新纪元的见证 全国将近三千多个设计样稿里面 脱颖而出的 代表了全国各个阶层人民 共同的一个愿望和新生 中间是一个金色的五星 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周边有四枚小的五星 每一个五星都有一个小脚 指向中央大的五星 代表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 那么在党的领导下坚强奋进 那么建设新中国 这次展览首次集中展出了 八枚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门印章 与十枚驻外使馆印章 在这些印章中 除了教育部的印章外 其余十七枚印章均为首次亮相 这组文物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馆的印章 以时间顺序的先后陈列的 当时与新中国最先建交的几个国家 这也就是当时我们的驻外大使 使用过的印章 开国大印是方的 那么是圆饼 同质的 字体呢 是颂体 据说是毛主席亲自签订的 说采用颂体字 当时这个设计者曾经说过 说是历代的习印呢 都是传书 因为颂体书大家都能够认识 这次展览还展出了今年8月5日 唱片收藏家汪世林先生 刚刚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一张唱片 这是1949年12月 大中华唱片厂录制的第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唱片 我国的国歌《易影军》进行曲 原本是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由田汉作词 聂尔作曲 随着电影的放映 这首歌广为传唱 1949年9月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讨论用《易永军》进行曲 暂代国歌 直到1982年的12月 在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 代表们才一致通过 将《易永军》进行曲 定为我国的正式国歌 当时在这个捐赠现场呢 我们还用这个老式的流声机 什么播放了一遍 声音质非常的清晰 大家非常感动 大家同时起立 来伴随着这个国歌的样片 我们一起高唱国歌 大家确实现场的气氛非常好 此次展览 从国家博物馆馆藏中 精心挑选了部分优秀油画 中国画和雕塑作品 力图向观众展示 中国革命的辉煌历程 缅怀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 争容岁月 其中开国大典 是一幅不容错过的经典作品 首先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构图 构图的这种庄严 这种镜幕 是整个画面能打动我们的 艺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取舍 也就是董锡维先生的创作 他就把最精华的东西体现出来 另外呢 他的绘画的手法 虽然是他绘制的是一种油画 但是他的油画当中 确实体现了一种民族风格 所以在他的色彩的应用当中 包括里面出现的这种偶然的线 都是我们民族绘画的一种意愿 所以说这幅画具有民族性 具有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 作品《狼牙山舞壮士》 是画家詹坚俊于1959年创作的油画 描绘的是抗日战争时期 五位八路军战士 在寡不敌众的形式下 巨显抵抗直至弹尽圆绝 毅然砸枪跳崖的英勇场面 这幅画呢 在构图上形成了一种三角式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绘画当中的一种仰式 就更好体现了这个舞壮士的这种 不屈的英勇的这种这个 这个精神 这次展览中 还有一些中国画的经典之作 其中《石鲁的转战陕北》 创作于1959年 画家用间接的绘画手法 暗示出一个宏大的历史场面 大师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他把古典的 传统的和当代的 和这个时代的 很巧妙地结合到一块 让你从传统当中 感受到当代的精神 这需要它的提炼 需要它的取舍 需要它对传统的深刻认识 需要它对当代艺术 包括当代精神的自身的一种 这个熏陶和感染 展览开幕以后 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参观 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也有父母带着孩子 还有外国观众 厚厚的观众留言本 就用了几十个 从小我们就会告诉他 我们这叫中国 因为他的名字里面 就叫华字 华语 就是希望他永远记住 他是中华的一份子 我今年81岁了 第一次来北京是67年 那时候地铁真秀着呢 现在地铁都非常好了 看着这地方战争 我都跟着我父亲在前线 我经历过产生 看着中国的发展 非常好笑 非常开心 知识过越来越好 一件件美术和雕塑艺术品 集中展示了中国革命 从星火燎原 到开国大典的不朽史诗 生动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重温这些经典 让我们获得更多 砥砺前行 不懈奋斗的信心和力量 这也正是一代又一代 艺术工作者 为时代舒怀的初心所在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时分的公众号 参与互动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者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你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